基督的两次成了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 画成了肉体 直达帐木在我们中间 封封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 神成了肉身 降生为人成为耶稣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祝成了那灵 从此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 这个灵既是赐生命的灵 就带着生命 把神分刺到相信他的人里面 故此圣经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神若不披上肉体 不成功做人 他就不能完成旧法 但是他一披上了肉体 立刻就受到两种的牵累 一种是受空间的限制 一种是受时间的支配 比方说 一个人现在在天津 他就不能同时又在北平 又在上海 基督的死 不只是为着担当我们的罪 基督的死 也是为着解脱他自己的肉体 进到灵里面 现在是灵的基督 就能够无所不在 因为他已经不受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地方 我们都能够与他合而为一 使人重生 人第一次出生 得着肉身的生命 人从基督 得着神的生命 就是第二次出生 圣经称此为重生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 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以至猪会要属于羊的国度 活出羊的生活 不能靠教育 改良 规律 他必须有羊的生命 照样 人要属于神的国度 活出神圣生活 也不能靠教育 改良 规律 他必须接受神的生命 重生乃是再从圣灵生 你若肯照着你灵中的感觉 来向神认罪 来求告主耶稣 而用你的灵来相信 接受主耶稣 做你的救助 你就必定在你的灵里 接触神 而得着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 一进到你的里面 你就得着了重生 做基督徒的意义 基督徒乃是一个 接受神分赐的人 神先把自己分赐到 我们的灵里 再从我们的灵 扩展到我们的魂里 最后 叫我们灵魂体都充满神 被神浸透 圣经称这个结果 为得荣耀 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 这就是神为你 锁定的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